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上只有这张和妈妈的合照 听说妈妈是个电影演员 因为她长得像是个混血人 所以从小就被同伴演员发凌 嘲笑她血统不干净 唯一的家人 就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奶奶 领养了她 但是生活条件也很辛苦的 她常常是有一餐每一餐的 所以黄铁人说 她从小的愿望其实很简单 就希望有一天长大之后 可以把家里头的冰箱头给塞满 因为她不想要再有饥饿的感觉了 冷瘦瘦的霸王寒流席卷圈台 阳光再强都挡不住刺骨寒意 让人恨不得裹着厚厚冬衣出门 一旁小店里却仿佛吹进一股暖流 早就热络地准备着 真的是这两天台湾启动太冷了 不过这样也好 轻松一下 她们每天都绷得很紧 葱花也是算拉面的灵魂之一 所以说还是要先背踩起来 对黄铁人来说不管天气冷不冷 客人上不上门 每天该顾的品质 还是得确确实实地做好 在海美客人还没有进来的时候 是一个温暖的动作 冬天还不会冷掉 你前天才来吗 还昨天前天吗 前天晚上 三礼拜五 三礼拜五 过那么快啊 我 其实我会很容易记得个人的脸 我都会记得他们 不知道 可是对数字 念书我的不是很带好 差不多这样子 没错 这都是她的特色 她跟我们说过 每个客人来 虽然不认识 但是你要把她当作朋友这样子对待 我们煮面也是一样 她说也要像这样子 把她当作朋友 还是自己的亲人这样子 煮出来的面才会好吃 所以我们两天都来吃过啊 只要我家也会比较好吃 就是上次来这里 就觉得咖啡还好 这个也还好 然后去铁皮屋就觉得 真的很好吃啦 好吃不够啦 吃 觉得食物特别好吃 咖啡好喝了 拉面好吃了 和黄田人抬杠 仿佛就是有骨魔力 吸引不少顾客上门 一 二 三 仔细瞧瞧小小的拉面店 空间并不算大 格局甚至有些卡卡的 来这边的时候 我看到这屋我有一点傻眼 你有注意到吗 你可以把镜头这样带你注意到吗 它的形状最最窄一米一米半 最宽不到四米 就是很不好做的 你知道吗 因为它给我非常低的价格 我才有办法撑 因为这个其实并不是所谓的清华店 它是比较靠近外面的 开店总讲究地点 黄田人却没有挑剔的本钱 原本在铁皮屋经营将近失灭了他 这几年一直打算领域新店 那时候想说那边是人家的土地税税会卖 所以我一直想说 我是不是来这边开一家店 那房东对我很好 他说他知道我中口没钱 就说那你来这边坐 前半年房租先不要付 幸好遇上常来吃面的房东 热心提供店面 就连状况师傅都阿萨利的帮忙 铁人哥小说或许是自己老爱 跟阿Key伯南京吧 聊着聊着 聊出了不少交情 吃了新买衣服 真的喔 谢谢 吃了两三次这里都 喝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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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太热了 好不容易趁着休息空档 铁人哥开着老爷车 听着日文歌曲带着我们到附近溜达 以前不是 以前我们就住在这里嘛 小时候 然后呢 因为它会有蒸气 它会排放出那个热水 那它会排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在那边洗澡 到了 在以前我们住的地方就在前面 会很感慨 因为我小时候常常没有东西吃啊 啊 就会看到过年感触会很深 因为小朋友都回家了 回家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有奶奶 然后我们就随便吃 没有什么过年特别丰盛 没有那种回事 所以说那时候小时候 我就对自己讲个 起家去冤枉 我长大的时候 我要把冰箱全部塞得满满的 回想当时所以结识的日子 真的很苦 一平大的小小空间里 住着奶奶 哥哥和自己 他儿子 那时候住在这边的时候 还是那个奶奶儿子 我们还跟他住 对 还得跟他住 原来兄弟俩从小就是孤儿 三个月大时 被好心的奶奶收养 因为小时候也是在这里生活 过一段时间 这里还OK 像那些建筑都没有改变 这边以前就也是 对 就是夜市 以前就这样子的 然后等一下我们从这里走好了 尽管已经很久不曾回来 过去熟悉的景物也有些模糊 但冥冥中就是有股直觉 催促着他不断加快脚步 那时候好像是奶奶跟 跟他儿子吵架 因为我进进出出好多次 一吵架我们就 就要开始逃温流浪了 然后一流浪都好几年 然后又被我奶奶儿子又 他又接回去 然后又发生模糊 他又搬出来的 模糊是因为我们 笑笑的和我们说着过去 发生争执的那些日子 黄九仁心里其实并不好受 既然临下的生活已经够苦 还得眼睁睁看着奶奶 为了自己跟亲生儿子发生冲突 那时候年代物资比较匮乏 所以一个家庭要养那么多小孩子 其实孩子蛮困难的 也不能怪他们 以前这两边就是这样子 以前的这边 大家大楼都没有起来 就是这样子 我小时候就会经过 然后以前都卖庙的一些供品之类的 抬头看看早就被诊监过的小公寓 灰灰的水泥砖墙 尽管并不华丽 但和当年那个买式猪臭味的爱房相比 已经十分酥喜 其实过年到这边很多人 我会去批小朋友抽的玩具那种 因为小时候会去拾一些废铁来卖 然后存起来 到年结的时候 我会去批一些糖果来这边卖 然后顺便玩牌子这样 也可以赚钱 回想小时候自己总是拼了命地挣钱 只要奶奶前脚出门工作 房铁人立刻后脚跟上 捡捡废铁也好 回收纸箱也罢 就一直跟着奶奶 然后奶奶出门的时候 我们就是死荒 其实我小到大 没有很身家的朋友 因为常在离开 然后以前那种观念就是说 看不起人家观念还是很多 尤其我刚才跟你讲 小时候人家的米狗啊米狗啊 因为我以前比较挺 看起来比较不像台湾的 那他们会觉得说 我就是那种血源不干净的 以前的观念就是这样的 不像现在很好听 叫混血 看着手中唯一一张合照 黄铁人百感交集 卷卷的绣发 深邃的五官 听奶奶说 自己的外国血统 就是遗传到漂亮的妈妈 我妈妈的戏子 戏子就是见着所谓的艺人演员 那因为他们以前 在拍黑白电影的时候 可能会跑来跑去 我那时候奶奶跟我讲 所以说你要找她也不太可能 印象中妈妈曾经回来过那么几次 模糊的记忆 辛苦的童年 黄铁人说着说着 思绪有些抽离 仿佛想起了些什么 却又欲言又止 即使奶奶早就不在了 但慈爱的眼神依旧沉甸甸的 烙印在黄铁人的脑海间 回想起来 我觉得 好的感受比不好的多 我还是觉得我奶奶很棒 把我这样 我学历不高 因为没有钱可以练书 可是她把我的做人的道理 她都让我有办法去面对 现在的所有一切 所以说我现在有的也是我奶奶给我的 台湾有句礼语是这样说的 生的放一边 养的大过天 黄铁人说她永远不会忘记 这位奶奶对她的养育之恩的 遗憾的是 当她现在有了照顾家人的能力 但奶奶已经不在人世间了 黄铁人她现在开了第二家的拉面店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家店 虽然说是一块机灵的空间 不过窗明激进地看起来很舒服 更重要的是 她终于有了空调设备了 忠实的客户在炎热的夏天 终于不需要再挥汗如雨 满头大汗吃拉面了 她比较熟了 她会让我来进来挑 像我的肉就类似这种肉 刚刚终摘好的这种肉 所以说我会直接进来挑这样 谢谢一百九十吧 OK 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去买菜 入冬阳光才刚爬上台中的天际线 黄铁人洒着几近菜市场 想买食材 还有 你有帮我留吗 有啊 你家有玩意 对啊 因为旁边你太对了 OK 等一下我叫员工来带来以后 这算是台中市算是蛮大的市场 因为它价格比较便宜 它算是比较算大市 批发 批发的市场 在婆婆妈妈的沙价 一架身中穿梭 黄铁人的大男人倒也适应得挺好 那个来三碗豆花好不好 带走三碗 三碗带走 对对对 因为我以前对吃的就很有兴趣 还没做生意之前 我都会在市场买东西回家住 所以说台中市大概有几个大市场 大概都知道 台中就两个嘛 一个建国市场 一个东兴市场嘛 因为这里离我地方比较近 我都会来这边买这样 摩托车 人群熄来攘往 此起彼落 黄铁人选定目标 俐落奔走才卖 哪怕一旁摊贩 竭力嘶吼叫卖 也毫无恋战 因为家中还有个西哥妙儿才在呢 我叫水姑娘 西哥妙儿 那时候刚认识她啦 认识她以后 就觉得说 这女孩子很乖啊 因为很难得说 碰到一个女孩子是 她不漂亮啊 可是就那种感觉非常好 然后就跟她交往 不漂亮这个会不会被骂 这个会不会被骂 不过我太太是一个很好的人 很很善良啊 开车带着我们 急急往回家的路上奔去 平时店里忙不过来 制作叉烧就像重责大任 经常是落在铁人哥口中的 善良水果手上 跟她交往的时候 其实也蛮辛苦的 就是说 人家是一个工厂 贸易公司的一个女儿 然后我是一个 在她们的想法 嘴巴讲出来 是我是一个来路不平的人 一定是啊 因为你想想看 当一个人在你面前讲 在那边做的时候 说我要追你女儿 然后我跟我太太 又相差大概十岁 好 OK 那你要追她女儿的时候 那问你家人呢 他问嘛 没有家人 这很怪 所以我常常跟我丈母娘 事后我就跟我丈母娘说 你真的是心脏够大哥 胆子够大哥 敢把女儿嫁给我 别说丈母娘了 就连铁人哥自己都清楚 这样的绅士很容易让人迟疑 幸好太太从不嫌弃 其实我认识她的时候 是最最最贫困的日子 车被偷什么都被偷 没有人知道我家在哪里 知道是附近而已 结婚这么多年 铁人哥说太太很害羞 总是不肯轻易见人 他们应该躲起来 多好人吗 就连我们到访 大嫂的房门依旧紧闭 铁人哥无奈地拿出自己刚买的猪肉 一个一个仔细捆绑 这边都必须要把它绑起来 让它组织比较不会松散掉 我太太跟我讲了一句话 开车的时候要把路人当作是家人 把客人也当作是家人 也就是说我们开车的时候 要注意到我们家人的安全 路人就是家人 然后客人也是我们家人 我们吃的做的都是跟客人吃的一样 不断尝试每个部位的肉 一定要尝试 因为每个部位的肉煮起来的时间 会因为肉质不同 煮起来的时间一样都会改变 所以说每种肉煮的时间都不一样 小小的厨房空间并不算大 平常铁人哥固垫 太太就是像这样在家里帮忙 因为垫很小嘛 所以必须把一杯布和吃来放在家里面 然后我每天上班的时候我就赶快补 每天补 每天补 不然地方空间那么小 不得不这样做 这是日本北海道带回来的一些鱼竿 这是必须的一些食材 然后这也是食材面 也算是圆了一个梦吧 童年时许下的心愿 黄铁人从没忘记 家里一二三四四大个冰箱 像是在弥补什么似的 统统被他塞好塞满 或许是因为承担过太多苦难 如今的他也只求着小小确信 人生对挫折蛮大的意外 一个就是电出意外 然后电就整个被火烧了 那烧了以后也没有伤到人 那大概还好 就是赔偿一些问题 然后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想说 那要做什么好 所以说就是动手 先把车子改装好 那时候就一念头说 我可以把车子改装好 就可以做咖啡 可以做拉面 所以说在改装过程中 就把自己的手指就切掉了 轻描淡写几句话 却是黄铁人最痛苦 最丧志的那几年 在开拉面店之前 他也曾风光地开过居酒屋 经营过酒吧 没想到一场无亲火烧光了一切 还毁了附近店家的装潢 一夕之间 他从月入十几万的陶贵 成了负债千万的落魄人 那时候很穷 真的是穷到 我出门那段时间 我出门几乎都是喝开水度过滋 不利用 中午的时候就是找学校 先喝水来水 度过那段日子 这个事情是我太太不知道的 总觉得自己应该要跟名字一样坚强 黄铁人想了想 决定自己改装行动餐车 没想到一个不留神 这个也是掉一层边 这个是碎掉了 这样碎掉以后 因为医生弄不起来 所以说就必须移植这边 那时候我以为说 你把阶段就好 不是 他把整个里面组织 所以说为什么说要学走路 因为它里面是有一些是空的 那个医生很好玩 他说 一般来这边都是哭哭啼啼 要不然就晕倒 只有你可以跟我讲说 要怎么来接手之后 黄铁人永远无法忘记 十四年前 受伤的那天刚好是小女儿满周岁生日 他强忍着痛苦 单手开了四十分钟的车 到医院急救 最不好让我最感受的最深 其实不是伤 而是人 因为很多朋友知道我受伤 去找 找不到人 打电话也找不到 我找了大概三到四个 找不到那一刻开始 我就跟我自己讲一句话 什么都要自己来 不能靠人家 都是要 好不容易长大了不再漂泊 我自以为有了一些朋友 黄铁人却在受伤这一刻领悟 到头来能依靠的人 还是只有自己 事后在想说 哇 那以后怎么办 因为有时候我要用右手画 设计图之类的 因为我之前就替他改装一些车子 就是上 上月车的一些参车改装 不好画我就会用笔 因为没办法握嘛 我就用胶带缠着笔画 然后比较麻烦就是说 画完以后就要把它拆掉 换颜色 然后要重新拆 熬过半年撕裂金骨的附件痛苦 黄铁人拿起不太灵光的手 画设计图也好 开行动咖啡车也罢 他拼了命的挣钱 只为两个女儿能有一餐温饱 那时候在清津农场 你不可能说因为在那边工作的时候 你晚上就是去住民宿或怎么样 那车子移动也不好移动 然后你移动可能会被它占位置 所以你必须就是说 尽量不动就在待在那边 然后就睡车上 冬天夏天都不好睡 夏天很热很多蚊子 冬天冷 可是想一想也熬了四年 在朋友建议下他白天卖咖啡 晚上就睡在狭小无法翻身的车里 如此客难的生活一迈就是四年 有时候民宿会借我 有时候他会跟我讲说 你就上来 然后来我们这边摆摊 然后我 有时候有一些好的民宿 很好变得朋友了 他就提供我一些房间 然后不用费用的 不用钱的 然后我就可以在那边 盥洗这样 山上的竞争越来越多 咖啡车的生意也一落千丈 让黄铁人只好转移阵地经营 那时候我很不好过的时候 最难过的时候 我一直在找地方可以做 这个地方我观察了大概好几个月 都没人租 因为他屋顶是坍塌的 整个是坍塌下来的 所以这算有整修过 对 还整修过了 然后它坍塌中间都没有柱子 那我就看到上面有些叫招租 我就问户籍人说为什么都没人租 他说这里没有水没有电 破破的铁皮屋还没水电 这不算地雷什么电材之雷 可怕铁人居然租了 这租下来的时候那时候 那时候会须的 很像会须 然后慢慢找你拿那个一些支撑 支撑的时候把屋顶撑起来 然后去跟左邻右舍借电 我很不好借 一般都不喜欢借这家水电 那时候没钱 然后就有一些 我看有一些废弃的水管 我就去接 就一打开都漏水 全部都漏水 然后也是慢慢补慢慢补 然后有钱的时候 就换比较好的水管 就有现金流的时候 我就慢慢把一些东西改善改善 然后这些像这些吧台 也是人家不要的木板 坐下没人看好的铁皮屋 自己整修 黄铁人看着诺大的空间想了想 自己年轻时也曾跟日本师傅学过拉面 不如早上卖咖啡 中午煮拉面 那时候二十几岁 将近二十岁左右 师傅会不会很严厉吗 很严厉啊 日本师傅会不会很严厉啊 一旦你成为他的一个 就是徒弟的时候 他对你非常严厉的 我就常在形容 以前在厨房 只有一个东西没有飞 那叫刀子 不然你看到东西都会飞啊 盖子啊什么都会飞啊 以前日本师傅都提倩不好 然后又求好提倩 就是骂 那为什么没有做好 那为什么没有做好 就开始骂了 他们很注重细节 对 很注重细节 你就不能忽略这些细节 你们跳过 你不能跳过啦 你就照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雷先生 哈啰 它的汤头还算蛮清爽的 以正式的日本的拉面来讲 它是比较浓郁的 但是你韩代就比较适合那个汤头 我才想到比较适合那种清爽的汤 它的面就是 像我不是很爱吃豆芽菜 对 可是它的豆芽菜是 就是不会有那种药水味 所以它的豆芽菜我还蛮喜欢吃的 然后我觉得它的叉烧不会太油 真正好的是应该在四年前 一个中午应该可以做到80个人事吧 一个人一份80个人是很累哦 大概包含粥粥面 洗碗都一个人 因为煮粥的空档大概有 大概快40秒的时间 40秒而已哦 对 我都利用 我的抢时间都抢秒数的 但是空前就马上洗这样 你不得不这样啊 你没有钱可以请人的 如果你把钱花在请人身上 你赚了就不够多啊 小生意赚的是辛苦钱 只有自己累着撑着 才能边还债边维持家人的生活 我要加面吗 加面 如果不是刻意像打断我的话 我可以一直寄一直寄 一直寄他们所讲的东西 包括饮料什么 所以我在做的时候 我眼睛随时在扫 几乎只要你中午这个时间来 都会瞬间爆满的 夏天很冷 很热很热 因为上面铁瓶嘛 直接晒啊 晒他们有些客人就很捧场嘛 很热他们也来啊 很冷他们也来啊 所以都是我的好客人 我贵人嘛 认识的客人 然后变朋友 其实都这样吧 我好像都这样认识朋友 因为我没有私下 没有什么社交成果 可能就是只有在生意上面这样 店面上面这样 希望说能多交一些好朋友这样 因为以前也是太沉默了 也不太会社交方面 也没有很特别去做 我想去外面做什么 我都没有想 因为是想到说 要赚钱 就这样 每一段劫难都会自己找到出口 黄田人匮乏的亲情 由奶奶水某一大家人弥补 童年孤独的伤痛 则有满屋子鞋帽的狼渐渐浮屏 黄田人还喜欢跟人家聊天 听过他故事的客人 常常不小心就把眼泪滴到了拉面汤里 如果像他这么惨的人生 都可以雨过天青了 那么小小的挫折 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是一碗可以给人启示的拉面 稍后回来 我们要继续来看看 这位荧光幕前的谐心丑角 他曾经过了一个短短两分钟的表演 大家看得嘻嘻哈哈的 但是他却把自己逼入了绝境 最后甚至连身体也出现了状况 他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但黄哥的喜剧人生 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台湾的启示录 我说没想 虽然已经有很多人对于台湾的综艺节目 提出了警告 甚至感到忧心的不已 但是我们看待还是有很多怀抱理想年轻人 他们愿意在这个大家都不看好的圈子里头 努力地去激荡出他们创作的灵感还有火花 比方像这个年轻人 他叫做山猪 在他扮演蛋黄哥之前呢 说实在没有几个人叫得出他的名字了 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有一天会因为一个蛋黄哥 让他一戏爆红 我祝大家新年快乐 世事如意 明年大家都是 No.1 大胡子和国琪难道是赫赫有名的Angry Talk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是山猪啦 不怪贼娘眼熟 Oh my god Air group Park本尊居然来了 其实让我来到这里 嗯 Internet 我们可以一起看 好 来吧 戴上特殖老腮糊 模仿美国爆红地玩实况主 微慢微笑的模样 就连本身都在其事博众分享 台湾No.1 台湾No.1 我爱台湾 台湾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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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下No.1的装扮 突然看到我们镜头 山猪竟有些害羞 现在换谁 换大 好 大黄哥 哇 好 那明天就不用我 你会很腻吗 不行 我们要饮水思源 大黄哥好 我们就要一辈子演大黄哥 我会有腻的感觉 把握时间在杂乱的道具堆中迅速换装 尽管前一天根本没睡几个小时 但山猪没打瞌睡 眯着眼睛 硬是拿着巨膊 背了起来 好 那 给我三十秒 只要去那色情 然后来去那色情 上一秒才说好 下一秒又立刻喃喃自语的背了起来 就是会觉得要珍惜这段时间 因为这种事情 因为之前我们进来就 那个许杰会会哥他就有教我们 这一行其实是一个 就是你会有起有落 所以有起你也会有落 所以就好好珍惜这段时间 把事情做好就好 那你现在是暴时的 你现在太重了 可能会往下沉的意思 对 只是我在撅着 就是可能 诶 我知道我们是 好像有点小暴 可是有经常让自己撑住 不要掉下来那么夸 五 四 三 二 啊 好累喔 等一下 插一个 这样会传 好 那我不起来 对 不用起来 对 在棉被上滚蛮好的 五 四 三 二 啊 好累喔 我想上班 在镜头前一遍又一遍的NG重来 尽管走嚷嚷就不想上班 可要成为超人气发揽盟主 没那么简单 我要跟张王哥 等一下我先 然后我们不要有证图 一张的图 好 很累吗 有一点 今天上班 收工了 OK 哈囉 还没 OK 等一下 没有台词 等我教你 然后咖啡带我们去看看 好 现在也还在拍 不得出去玩回去看电影 反正爱死你 爱死你啦 嗨 你知道我是谁吗 之前多少会有人认识 就是 有份蒙神都会是那种铁粉 我们的粉丝会很极端 就是 喜欢的 会喜欢不喜欢的 就是 就不看 所以看到的都会直接认出 那今天是因为 这个影片 在我们上 大家没想过 所以蛮多人 知道 然后在今年 嘴巴就是 最多的人在吃 然后都会知道 我是 蛋黄的 或是 看似外表出胖的山豬 实质上也有形式的一面 他帮你拿吗 可以可以 我看你 拿得很刺 我可以啊 我很有力 他以前在那个公司封神是那个 就这段剪掉就好 我就可以帮你拿 你看看吧 你看看吧 来来来 没关系 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 OK OK 东森新闻 欢迎大家支持东森新闻 好 当过工作人员不早说 我都拿过大半个操场了 好累喔 那时候其实就是为了生计 就是上来 然后 因为那时候通告很少 就是很明星 后来 后来就去 就是那个制作单位工作 就是当我电视工作 因为我觉得 比如说我当工作人员 我每个礼拜都要录影一次 那 因为我一开始会有 对那个镜头有一些恐惧 或是紧张的感觉 然后想说慢慢的把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我如果可以 我如果每天都录影 每天都在这种环境生活着 我会觉得很自在 就是久了就会洗 这样它的那个会掉 它敲进去会掉 上去换妆师说 快一点那你最后 又是你最后 然后我就 好 我刚刚在换景 然后就趕快去汗擦一擦 再上妆 焦头烂尔的日子 让山猪有更多机会学习 这一场演什么角色 等一下要搬什么布景 满刀报表的工作量 让他学会抓紧时间 也更珍惜你的粉丝 一大群学生轮流排个不停 还有同学因为没拍到 差点闹了起来 其实没有想过 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工作 然后我觉得我只要 一直可以一直待着 然后表演给大家看 这样就很开心 从没想过柳天自己会红 因为在北上打拼的这些年 山猪一直看着同辈窜起 自己却没太多人认识 久而久之也习惯了 只要还能表演就好 当然有一天是希望 自己可以成为一个 是可以当努力的主持人 但舞姿只要有能力 还没到那么厉害 会慢慢的 会慢慢的努力 然后学习这样 一样 很感谢 有怀念学校的感觉 有怀念学校的感觉 其实 嘿 其实 有一个 台湾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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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我看了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好累 702千零在前面 对 为了不让同学们失望 山猪随Q随眼 说不累是骗人的 但假如观众喜欢 再累都不成问题 没有想 为什么别人都是这么帅 然后自己一定要搬到 对 另外的不同的母亲 就是一个有用法 就是自己的 对 其他人都正常多了 把枕让脸涂满蓝色颜料 粗粗的八字眉 憂鬱的表情还真像 动画电影里的悠悠 只是 每次的尸体是因为 尸体拿来躺枕头 尸体躺我的枕头 比较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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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笑 其实并不是山猪 想要进入演艺圈的初衷的 他对于演艺圈真正的憧憬 是当一个歌手 所以当年山猪 他一头就栽入了 星光大道的海选 为了参加节目录影 他慎重其事 特地的北上 在万华租了一个小房间 他带了手上 所有的积蓄 十万块 听起来有一种 破釜沉舟的决心 结果最后 他到了复赛 就惨到淘汰了 而手上的钱也花光了 为了在台北养活自己 为了不让自己 离开这个梦想太远 山猪他就留在摄影桶里头 有角色给他演他就演 没有角色 他就在一旁 干道具 搬布景的 他说他常常为了 一个两分钟的表演 人家丢了这个机会给他 他花了两三天 没日没夜在准备 山猪他的身体 反而就不太好了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压迫之下 有一次他真的病倒了 他还以为他过不了这一关 但黄哥让山猪一夕爆红了 我当初的这个角色 其实是一个制作人 揪给了他 没想到无心插柳 柳成硬了 好累喔 今天要来露营了 不想上班 但是没办法 今天还是要赶快 因为有人要来采访我 露营的现场 那我们就走了 露营去了 上班 好的 跟着亚洲天岸的脚步 我们来到了摄影棚 以及来看到的是 淡黄哥的录影现场 露营哥抱歉 欢迎 先录 先录 哪这样你都算分错了 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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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营哥可以 露营哥后面 OK 快去帮你把地图玩了一下 我现在虽然是小小兵 但是等我脱掉装扮之后 我就是 淡黄哥 很累喔 蛋黄哥 太难了我 也不太难了 很难了 懒洋洋洋的 爬在地上耍赖 肥嫩肥嫩模样 还真是 颇有效果 每一个群体里面 都有个胖子 然后我就是 负责胖子的角色 他这一代的 我帮我来这群里面 我也算是 夕胖了一点 那 確實這一塊就是我的市場 因為我很喜歡吃蛋的嘛 所以老皮常說 蛋營養老皮愛 老皮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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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節目還是需要 看起來很油膩的胖子 然後放眼望去好像目前就是我 然後在這個節目裡面 因為胖子也是只有我而已 所以後來那個 之所以會演蛋黃歌也是 因為他需要蛋黃歌是 鬼嫩啊鬼嫩的感覺 大家好 我就是所有觀眾朋友 最喜歡最可愛的蛋黃歌 今年 他已經變成了國際巨星 毫不在意暴露自己胖嘟嘟缺點 因為從小就有新夢的他 現在好不容易有快舞台 我是說我要休假 休假 嗯 早說嘛 啊 看我的 欸 娜娜 那個晚上的Christine 還有娜娜那個時間 全部幫我瞧一下 幫我留一下 你在幹什麼啦 你不是要休假 我在幫你叫啊 你不是要休假 我不是要休假啦 那我幫你取消 欸 等一下 你幫我照避免 你幫我照避免 以前可能看什麼星光大道 就會有一些 就有那種歌手夢 然後我就會想說 欸 我去 學他們的唱將 或是學他們的唱法 然後以後可能 可以跟他們一樣厲害這樣 我發現我會模仿很多人耶 比如說章魚 你說你想要逃 偏偏註定要落腳 很老 然後那個 李宗正嘛 他就聽過了 越過山丘 雖然一白了頭 跌跌不休 知不我餘的哀愁 還未如願見照不休 就把自己先搞丟 兵馬俑 殘缺的兵馬俑 我聽說 他有錄幾個不同的版本 他在模仿很多人對不對 其實他是五音不全的 只要老師的那個Key一下 他完全就跟那個Key是不對的 所以今天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成就 對我們來講 所有的眼鏡都摔破了 星光那時候應該是星光5 星光已經到第五班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報名了 星光的海旋 然後也報名剛好那時候有個 就是明星藝人學院那個 微中哥開的一個班級 然後我就去報名那個 報名其實我們對於 演藝圈是很陌生的 就是我其實是 那種南部的小孩 其實對演藝圈這件事 就是我們會看電視 是電視兒童 會每天看電視 然後會覺得很好笑 可是不會想到自己 有一天會走到 這個行業裡面來的 生日快樂 我對自己說 蠟燭點了 寂寞亮了 生日快樂 淚也融了 祝我生日 快樂 差不多是這樣 睡著 儘管老被大家嘲笑 山豬還是偷偷買了麥克風 反正多練又不吃虧 就像當年自己 偷偷參加節目海雪 不也跌破佳人眼鏡 從此踏上星圖 我知道 我是綜藝B班 低手 我是山豬 他一直這樣就會晃 對 然後你就看得出來 超明顯 他一直超明顯 就很慌 很慌亂 我知道那個壓力 是來自哪裡 因為我們做的是 搞笑的東西 那我覺得如果我講 什麼東西不好笑 就覺得 我講了什麼 發現這句好像沒有中 我自己就會唏噓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壓力是來自這邊 但是我會慢慢去 克服這件事情 山豬笑說 自己其實是個矛盾的人 不愛表演 卻又害怕攝影鏡頭 當初會想當節目工作人員 也是希望自己 能克服心魔 張宇 我可以永遠笑著 擺演你的拍照 吹劍 狼狼 狼狼上口 牛群 白凱南 你咋就被逗樂了呢 我裡面最喜歡吹劍 實在是太賤了 山豬不只演活了蛋黃哥 他甚至曾在大陸電視節目中 大秀模仿公 其實像他最近的長大 是我們大家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今天早上我來了 一般呢 在呢 這個 後台呢 化妝的地方 看到順哥都是 對 順哥好 山豬 如果祖祖看到我三分鐘 一句話都沒有搭理 我就覺得他的牌比我大了 所以你現在看 山豬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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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從眾多諧星中脫穎而出 不是因為山豬沒有缺點 而是他懂得替自己扭轉劣勢 總是和我們自嘲 只有七秒記憶的他 因為老愛忘東忘西 所以又點字 就會先沉浸手機裡 然後他有時候說 我要一個兩分鐘的表演 這時候我就可以找一下 把這個塞進來 我算是一個需要 彩排再彩排 那當然這個方法 比較笨一點 但是是 是之前去 去大陸 錄節目 我發現他們做的方法 就是不斷的彩排 彩排再彩排 我是代表難過情緒的悠悠 我會一直往後面思考 這實在太悲傷了 從以前上節目的本 就是必須要自己想 就是你自己上去節目 因為製作單位都跟你講說 我要一個兩分鐘的表演 詠春夜汶 佛山詠春派 師誠陳華順 蒙法566 頭髮很滑順 家住詠春捷運站隔壁 佔地3.5坪 每坪88萬元起 詠春副都心 詠春一個能打的都沒有 每一個其實都花了大概兩三天 熬夜的時間去想 然後自己覺得 自己覺得蠻 蠻開心的本 應該就是那個 就是總統大選 是政治人物那個本 小英好期待喔 馬上就要選班長了 去年我沒有選上 今天我一定要選上 你才選一次啊 我都三次啊 都沒有到啦 這一次啊 總共輪到我當班長了吧 模仿要精彩 要能引起公民 得要好的橋段搭配 工作人員出身的他擅長寫本 也因此比別人 多了一點點優勢 你是誰啊 小豬朱立倫是不是 我是朱立倫小豬 可是小豬 你不是才剛當風紀股長嗎 為什麼你可以選班長呢 對啊 而且不是小豬要來選嗎 怎麼會換你呢小豬 其實 小豬朱立倫 或是小豬 紅袖柱 誰選都一樣 因為 小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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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翻臉 你股 失敗的美股倫 嘿 所以是小豬來選 嘿 最好球 最好球 因為我們覺得那個 那個很高級 然後後來 因為評審是台科嘛 台科也點頭說 這個是滿高級的政治效果 因為我們把政治的東西 用小學來表現 然後又有很有趣的內容 小櫻非常歡迎大家來 給我批評與指教 再打就行動 小櫻沒有生氣 小櫻不會生氣 小櫻生氣了 小櫻生氣了 就反倒更謙虛了 大家好 我是音樂大師黎中盛 現在我們來到這邊 就是東區 台北的東區 那山豬平常身體不是很健康 所以平常就要吃一些水果 來補充自己的營養 是不是 所以現在來到就是 山豬平常錄影 都會來買的一個水果攤 山豬從小身體不好 大病小病不斷 當了工作人員 忙碌的生活 更成為壓垮身體的稻草 免疫系統比較有問題一點 對 然後 之前就是當工作人員 就因為熬夜嘛 因為我本身身體已經不好 然後可是我又 就是又熬夜或什麼 然後後來變成是 就是差一點點的敗血症 然後那個時候就住了三個禮拜 躺醫院那三個禮拜就覺得 哇 就是 一直在醫院裡面打針 然後住院的感覺真的是很很差 然後那時候又高超不對 然後我就 就是我會覺得好像自己會熬不過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就是那個 我擔心我會過不了 那時候有交代遺言 不只差點罹患敗血症 為了想出好腳本 山豬幾乎每天狂抽兩包煙 有次半夜新腳痛更差點死在三種停車場 對 因為我的身體就是免疫系統 其實真的有一些問題是 像我之前當兵的時候 我曾經有一段悔暗的過去 就是當兵的時候我有落伐過 就是頭髮是掉的狀態 因為那就是免疫系統在攻打自己 是正常的細胞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其實沒有 不太能出去見人 然後 所以現在呢 我就是後來 後來就是有吃藥或什麼 然後現在回到這個正常的狀態 鬼門關前走一遭 讓山豬更珍惜每次的表演機會 大兵場後 他辭去幕後工作 專心表演 努力說服家人 自己一定會好好保護身體 只求能繼續在細棚下闖蕩 繼續帶歡笑給大家 其實我覺得 就看他們一步一步長大 對我們來講就是很欣慰的 其實真的要把諧星當好 是一些非常困難的事情 什麼苦都要吃 你不要 不要把今天的這個蛋黃哥的現象 變成只是昙花一線而已 要開始延長下去 然後呢 自己要重視很多事情 這樣呢 這條路才能呢 永遠的走下去 好不好 加油 加油 山豬加油 動算 山豬 動算 以取代速度的目標 山豬 山豬 動算 山豬 動算 什麼 山豬長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啟示錄 我唱片翔 我們在會 在會選到最好吃的地方 每個月 都會看到 怎麼拍到最大小的海浪 多謝 網狂